新警分局三张派出所远警 在搜寿路上鸣笛后回转 停在公车站牌前 下车找到身穿咖啡色外套的张姓男子 原来他在派出所报案物品遗失 却借用电话拨打到1999市民热线 恐吓即将要破坏公共设施 在一个半钟头不到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将张兰逮捕归案 因张兰的精神状况不佳 我们也通报卫生局 派员来评估是否需要送医 那在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派医师 自本分局评估之后 张兰也自愿同意 自松德医院接受诊治 警方经由1999化物中心通报 随即展开搜寻行动 并迅速逮到人 经过医劳人员评估男子精神状况不佳 随后被送往北市联衣松德院区诊治 全案也依恐吓为案罪嫌 移送地检署诊办 记得长话长报导